OK 接下來我們歡迎下一位聽到的講者 這部的曹麗 讓我們一起歡迎這部講者曹麗 這部的曹麗 這部的曹麗 大家好 我是曹麗 很榮幸這次能夠來參加PostCup大會 我是第一次來台灣 然後能參加這麼高級別的會議 我今天還是比較激動和緊張的 我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數字資產交易所B2Rapid.com的創始人 我曾經翻譯過JavaScript高成績設計 以前是求是百科聯合創始人和暴子曼號的CTO 曾經主要做Ruby O'Royal和Noges的開發 我目前正在做數字資產交易所 所以這次斗膽跟大家炫個技 用200行代碼給大家演示一下怎麼寫個Vlogchain 我有個小小的問題先問一下大家 世界上最騙錢的開業軟件是什麼 大家想到什麼 有多少人認為是Bitcoin的 有多少人認為是Ethereum的 在座有沒有買的EOS的 有多少人在這兩年的區塊鏈浪潮裡面 套牢在裡面 有沒有舉個手 應該是有多少人贖個錢了 啊居然沒有人買區塊鏈吧 有買沒套牢 你賺的是吧 不是不是說不上賺我才套牢 為什麼總是這個某某coin就這麼騙人呢 對吧 這時候我有了一個大膽的想法 對吧 我們能不能也自己來搞一個這個區塊鏈 對不對 好 那麼怎麼弄一個區塊鏈呢 對吧 這個我們的這個夥伙人給我出了一個 給我出了一個方案 好 然後我看了一下 不好意思 拿錯劇本了 這個最近兩年確實這個做區塊鏈的非常瘋狂 有相當多的這個空氣項目 也確實對這個社會的這個財富造成一段這個影響 好 那麼我們還有還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快速的構建這個區塊鏈程序呢 OK 別人有給我出了另外一個想法 我們只要去fork一下Bitcoin對吧 改個名字叫lightcoin就可以了 對不對 OK 不好意思 這個也不是我們今天要講的內容 好的 我們作為一個正經的會議對吧 我們還是要寫點代碼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用node.js來寫一個簡單的鏈 好 那麼首先在這個開發之前對吧 在座的有沒有做區塊鏈開發的 能不能先舉個手 很好很好 我覺得這個 這個就是我表演的時候 首先我們來講一下這個 雖然這個區塊鏈聽起來這個名字很高大上 但實際上它這個這個架構是非常簡單的 它有三部分 它主要有三部分組成 首先 是一個P2P的網絡 那這個什麼是P2P網絡 就是我們以前這個下載 小電影用的什麼bit torrent 然後第二部分呢 就是數據結構和存儲 最後一部分就是大家經常提到的 對吧 剛才唐仲偉經常講到的 consensus algorithm 共識算法 那麼我接下來就把這三部分拆開來 跟大家一一做一些解釋 首先這個我還要再講一下 在這個區塊鏈裡面非常常用的 叫非對稱加密算法 那非對稱加密算法的話 是指我在使用 我需要使用兩個蜜月 對這個進行加密操作 其中一個 左邊紅色的思月呢 是用來進行加密的 而如果我要對內容進行解密的話 要使用右邊這個綠色的公約 同時在這個區塊鏈裡面的話 我們這個公約其實就代表著 在區塊鏈上的地址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基本的介紹 好 那麼在 Node.js裡面 我們怎麼去生成地址呢 當然首先我們要到npm.js上去找一個生成 思月和地址的庫 然後去調用一下 好 這樣我們就只需要花三行代碼 我們就可以生成思月和地址 那麼在介紹完了這個之後 我們來講一下PP網 PP網絡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在區塊鏈裡面 區塊鏈解決的是在這個分布式系統裡面 大量的對等節點 我們每個人的機器 對吧 來組成一個統一的網絡去進行操作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使用一種中心化的網絡通訊方式 必須是使用P2P網絡 那同樣的 我又去求助於萬能的npm 我又隨便在網上搜了一個叫smoke signal 然後把它引入進來 那在這裡 在這裡面我只要把這個 使用電視條安全的網絡 提到這一種 所以真的很不好 沒錯 是的 首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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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使用的是Boot Proof-of-Wall 而最近最热门的EOS 则是使用了DPOS这个共识算法 相信在座的很多人也应该见过最后一个ROT的算法 对吧 那么其实的话 像前面三种的话是针对于这种公链 大量动态节点进行共识的这个情况下 所使用的 而实际上如果说我们要在一个 我们的兽性的环境下 以及这个固定节点的情况去进行共识的话 像ROT的这种算法也是可以应用在这个区块链当中的 不过呢在这里面 我选取一个最简单的Proof-of-Stake这个算法 来给大家进行演示 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 这个Proof-of-Stake的基本的概念 那么在 在区块链的这个系统里面 同时会有很多的这个节点去进行去进行这个区块的广播 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网络能够决定哪一个区块是最有可能被被这个网络给接收呢 那么每一个这个矿工节点会去把会去用自己会去压住他所接收到的区块的信息 然后最后那个在这个链当中只有得到最多压住的这个区块会被记录到这个链上 那么这个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呢这个节点通过P2P网络知道的block信息 然后呢他用工业对消息中的交易进行 进行教验进行真伪 同时呢这个还要在这个账本当中检验这个地址的余额是否足够 最后呢要对这个有效的区块进行压住 当我压住完了之后我还要把我的压住信息 广播给所有其他的这个这个这个节点 从代码上来说基本上是这样的 就是我收到了一个这个这个这个区块 然后的话进行教验最后最后对它进行压住 那压住的话这里这个其实是演示专用 我把它称之为这个呃梭哈策略 就是我这里有多少我说我不管是怎么 只要我收到的第一个块 我就把我所有的余额都压给它 嗯这里面这个像以太坊的话是要求以太坊的 一个POS的这个策略是要压住0.5个以太坊 那这里的话我们是把我们钱包里面的所有余额1000个 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DIY coin的一个东西全都压住在里面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呃 最后的话就是在共识过程当共识过程当中 每一个矿工节点收到新的压住信息之后 我们会把会在等待确认的区块当中把信息进行更新 那么在这些这个压住信息当中超过50%的区块 可以认为是胜出的区块 最后我们可以将胜出的区块记录到我们的链上 好我们看一下代码 那么在这里的话就说其实我们也相当于把这个Betting table 作为我们的这个区块的这个链的信息进行了 好的 那么自是我们这个共识过程就完成了 呃 对吧 我前面说的就是这个我们要200行写个攻略 那么我们先做一些简单的演示 哦 在演示之前我们先看一下代码 先看一下代码 啊 首先我们来一些先这个看一看 我们这个是不是到200行我来看一看 哦 只有136行 哎 我们居然还有60行的盈余 对吧 对吧 我可能 也可能我们这个合伙人帮我少写了些什么代码 我们来演示一下 哦 哦 这个 我来看一看 哦 这个IP IP地址没有 我看一下 没了网络吗 我来看一看我们的IP地址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这里面使用两个节点进行演示 首先我们看看这个节点能不能形成一个 刚刚我们启动的是种子节点 然后我们再起另外一个节点 好的 我们前面一个节点已经看到了 第二个节点已经上网了 然后接下来 那么我们调用我们的 另外一个钱包的节点 来看看能不能够进行一笔转账 我们尝试 这是第一个节点 它的地址的 它的钱包地址 然后这是第二个 我们看看能不能从一个钱包 转到另外一个钱包 那么前面的首先这个 我像广播里面 我像整个网络当中广播了我的转账信息 然后在转账 在这个第一个节点收到了转账信息之后 然后它会把这个 它自己的押注信息 给再进行一次广播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节点也会把自己的 把自己的押注信息 给提交到这个链上 那么随着 比如说我可以再 再广播一些 那么随着这个 在这个 大家的转账的记录 会不断地增长 那么我们这个区块的表 也会不断地增长 那么我们可以在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 对每一个区块的哈希值 找到它接下来的哈希 并且把其中的押注信息 进行一次排序 得到当前胜出的这个区块 进行对整个区块表 进行一次便利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最后的 最后最长的 最完整的这个区块信息 OK 看上去反正这个代码 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这个仓库里面去 就拉一下代码 好的 这次 200行写功链 对吧 这个只是用于演示 如果有雷同输入球 如果大家要模仿的话 对吧 后果自负 那么还有这个 这个200行代码呢 其实也只是这个 我大概几个星期 在我合伙人的教导之下 写出来的 对 所以做得不是很好 请大家多多包涵 谢谢观赏 如果有兴趣的话 请大家能够关注一下 谢谢大家 我估计 我估计 之前在组委会跟我说 Keynote 很多人都是来说广告的 所以他要求我做一个 没有广告的Keynote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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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